他是全网最难杀的男人 第一次见杀人案里采访到受害者 眼前的这位大姐为了杀死自己的老公 便找来了一瓶毒鼠香 老板卖的时候说毒性非常强 大小都能杀死 于是大姐回家后便把老鼠药混在面片里 准备做好了端给老公吃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于是他先给狗子喂了一碗 狗子吃完直接僵硬刀 你看这啄池有效果 便立马端给自己的老公 结果吃完之后大叔只是睡了一觉 醒来又是活蹦乱跳吃妈妈香 但导A计划行不通 不死心的大姐又展开了B计划 把一百片安眠药免成粉混合到面团里 准备再给大叔做一碗面汤 为了不让大叔起义 大妈特地做的色香味俱全 结果大叔一尝不对味怎么这么苦 严重怀疑大妈今天厨艺不在下 油大了把菜做糊了 吃了两口就不吃了 看到大叔这么难杀 大妈是彻底慌了 杀不死啊 根本杀不死 于是为了完成自己的计划 大妈特地化重金请来了杀手 准备趁着大叔沉睡的时候 直接用绳子勒死 于是大妈又买来了安眠药 这次大妈学聪明了 把安眠药包在了饺子里 一个饺子里放一个 就不信一口也吃不到 于是趁着大叔喝酒的时候 大妈把煮好的饺子端了过来 大叔一看今天待遇这么好 想都没想就把一盘饺子炫完 吃完没过一会儿 大叔倒头就睡了 趁着大叔睡熟啊 大妈立马叫来了杀手 准备给自己的计划来个完美收官 结果杀手也来了 绳子也就位了 正在准备好勒死大叔的时候 绳子突然就断了 还成功把大叔吵醒了 醒来之后大叔立马一个过肩衰 把瘦弱的杀手打得哭蝶喊娘 一看有人谋杀自己 大叔立马就报了警 结果警察来了之后 先把大叔给扣了 了解一番情况之后才知道 大叔才是那个受害者 地上躺着伤痕累累的是杀手 这下直接把警察都给逗笑了 把杀手带回警察局后 他也是仗义的狠 死活不愿意承认雇主是谁 与此同时大叔发现大妈不见了 他这么胆小肯定都吓坏了 于是警察便根据大叔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大妈的娘家 这一打听才知道 大妈跟那个杀手是情人关系 在此之前大妈已经有预谋的 杀了大叔两次了 就在警察告诉大叔真相的时候 大叔还整个恋爱脑附体 问没杀死能不能给大妈判轻一点 怪不得有人说国外的零食健康 原来是他们的配料表删得干净 之前总感觉咱们的食品配料表 有很多科技与狠活 但国外的一些看起来就很干净 其实是因为我国规定 食品中使用什么配料 就要在标签上标志出来 但国外就没有这个要求 像日本的酸奶就不会标出 使用的是什么菌种 但我们国家要标明 还要具体到生牛乳含量 就像当初的海天酱油事件 国内外两张配料表 直接让网友炸锅给喷惨了 事实就是国外版本 它有些没有血罢了 原来这么多年 是我错怪海天了 所以为什么总说英国的水质硬 因为他们饮水水标准低 还有一些国外的药 吃完感觉很新奇 好得很快 其实跟国内的药是一样的 但是剂量可能够一头牛吃 而且国外的水管还是用铅做的 铅溶于水就会变得甜甜的 所以有中国人去外国会发现 国外的水田 其实水里面还有大量的重金属 相当于每天喝毒药 我说怎么总有人煮嘈 国外的水太硬 洗了掉头发 不是没有理由的 并且老外经常食物过敏的原因 也有可能他们不会标注过敏源 他们甚至还会卖保质期五年的牛奶 天啥的特务 到底是谁往我脑袋里灌输这些理念 有个日本治养的药膏 在蚊子咬了之后 涂了很快就不养了 其实因为里面有麻醉成分 有一个典型就是某盒泡面 在中国卖要标明配料表 所以它的杯子的配料表 总是占了很大一块 比元素周期表还复杂 并且前段时间被爆出的小林制药 里边很多产品的成分 都是在中国禁止添加的 难怪买进口泡面的时候 感觉他们的配料表那么长 原来在出口前 他们省阅了配票 出口之后只能一点一点标出来 外国的配料表是干净的 但是配料不一定干净 要不外国人都喜欢买矿泉水喝 以前觉得他们明明家里有水 自己装的还有净水器 还要买水喝 现在是懂了 之前外国人都是自律才身体好 原来全靠身体硬扛 怪不得我们能安心长大 原来背后有祖国妈妈保家护航 原来江西也有自己的开贴园区 江西上饶房东贴灯定损 除了租客赔的四千以外 当初给了建房的施工队 都是倒贴前完成退场的 做材料的倒贴七千 贴瓷砖的大叔因为带了工具 以刮刮了瓷砖为理由 又反向给房东发钱 大灯是从刮大白的师傅那儿要来的 刮大白的师傅还因此扣了两千 最厉害的就是打地基的团队 以不平整的理由 直接被房东反向扣了两万 搞混凝土的不光亏了两万 还因此被扣了搅拌机 开挖掘机还得扣了900 主打的就是一个咽过拔毛 瓦云来住一夜都得到桥头睡 好不容易一分不花 把整栋楼建好了 到了装玻璃的时候 千挑万选找了个大圆种 安装之前对好颜色 对好款式 到了安装之后是又疯狂挑刺 最后以颜色不对为由 扣除老板12万 装空调的时候 因为打孔瓷砖裂了一些 工人赔了一千才让走人 十台空调安的时候总价2.6万 最后装好只愿意给了五千 卖空调老板一听就不干了 准备把空调拆了重新装走 结果房东说墙体已经损坏 要拆走得赔三万 最终老板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还给工人每人交了熟身费才走人 估计这要是从他家门口路过 还得再给200磨损费 租房子的人还因此被房东高打一耙 租的时候房东是通行打理 到了退租的时候又是铁面无私 直接拿出探照灯一点一点检查 小到厕所的磨损 大到柜子上的灰尘 只要你有使用的痕迹 都得给房东赔偿 租房的时候租客搬上去的柜子 到了搬家的时候不让搬 还必须请吊机来才行 不然就破坏了房东 高贵的楼梯瓷砖 为了扣点压间 房东也是费尽心思了 一卷胶带一个探照灯 就敢对租客索赔一万多 一个十块钱的塑料凳子 都得进行全防卫检验 估计凳子出厂的时候 检查都没有这么严格 不知道的还以为 这是什么刑侦案的探查现场 地砖上有收获磨损 赔一块新磁砖还不行 还得把每份给补上 租了二十多天 产生一万多的损耗 经过协商赔偿四千 这估计就是孙悟空来了 也得把金箍棒抵押了 才能走